大家好,我是韩凡 本期视频今天修个核桃 看一下视频中这个核桃这个尖 摔了一个坑 看我怎么操作 把这个坑给修没了 那么直接上保健针 把这个核桃 这个尖部给它去一点 然后把这个尖给它拔出来 那么去的时候啊 要掌握这个深浅湿度 就是说把这个尖给它做出来 行就可以了 不能削得太狠 削得太狠的话 骨质修囊了就完了 然后用这个保健针 修出这个核桃的纹路 看顺着这个核桃的纹路 叉叉叉叉叉去整啊 赶着顺着纹路 赶着对比一下这个形 看看哪儿不行 如果另一个核桃 要是也不行的话 那么就要啊 看这个核桃这个地方已经劈了 那么就要 卡这么一条 它就掉了啊 那么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地方 本来就已经摔伤了 所以说它一摆 它就掉了啊 看下这是另一只核桃啊 本来是想小修一下子 结果发现这个核桃这个尖 也是这个情况呢 就没有办法了 继续保健针 叉叉叉叉 把这个核桃这个尖给它往下去 因为只有把尖往下去 这个尖才能拔出来 那么去的时候也是注意 预留这个修纹路的这个一个 宽带的地方啊 也是不要下得太深 然后也是一样啊 顺着纹路 赶着雕赶着修 把这个形给它做出来的同时 还要保证这个纹理的一个顺畅性 然后挑出这个核桃 边这个范儿的一个位置啊 用这个保健针给它调 然后看看哪不行 就调整哪 那么这个范儿啊 给它调整完了之后 下一步做什么呢 下一步肯定是要做这个纹路了 把这个纹路 不能说修的天衣无缝吧 只能说相对看起来自然一点 不那么突兀 先用保健针 把这个纹路该找的地方都给它找出来 两只核桃也都是一样的 然后上这个小修针 把这个保健针修过的一个纹路的地方 把那个篮给它扫掉啊 扫完之后 它看起来就不那么突兀 要不然这个保健针 直接修完它的核桃啊 看起来有点太愣啊 这愣就不行 要让它变得圆润一点 就保健针给它扫 扫完之后呢 看看哪不行 继续干哪 用这个OPI啊 给它抛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珠中刷 趋一趋灰 再次上一下 再次上一下这个光泽度 那么这就是一个射碗的效果 朋友们看感觉还行吗 这个射碗的地方是可以追射的啊 通过盘码 它的颜色还是可以追回来的 那么这个核桃的色差问题啊 就不用去顾虑它了 对吧 拿回去珍惜它 好好盘就OK了 到后期完全爆透 它就是一个颜色的 感谢支持 别忘了收藏转发 肯定去等你们 猜猜下吧 соответ